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自由港 一切政府都是小政府 不会管制很多 你对做生意的人来说 这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理解的国际地位就这样子 所以不同地方的人 他来到香港 他可以用香港作为根据地 无论你是说政治 文化经济什么都好 现在当然这一些都不存在了 唯一剩下来的就是 对北京政府来说 他希望香港还可以用来拿钱 钱 他最后的剩余价值 我们从前理解的国际关系 在香港在未来 短期内很难再出现 是我的眼旁 在这次金马奖肯定了香港的影片之后 引起了各方的讨论 我也注意到在香港 香港晋慧大学的一位教授陈志廷 他就曾经对西方的记者说 他说香港电影《少年》 还有《浊水漂流》 以及《时代革命》 《花果飘零》 在金马奖获得的提名已经获奖了 这体现了 金马奖还是华语电影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奖项 我想这个说法大家都不会反对了 但他后面又讲说 他觉得那么未来金马奖金马影展 那么将可能是后运动时代的香港电影 在华语世界最可靠的这个出路 对他这个说法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请教志豪兄 难道香港人就希望只是靠着金马奖发声吗 因为survive生存 这个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不能说单靠 就好像我觉得有点有个例子有点像就是以前那个六四的纪念集会 当年就是很多很多人都会说香港就是华人地区唯一可以就是燃点这个那么大规模烛光的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就说希望可以把这种纪念或者这种精神就找个地方可以延续 而且这种延续去那种是互动的 就是我们在维院去点蜡烛 可能在北京他们天安门母亲他们还还会继续做一些在他们程度可以接受范围以内的一些一些争取 现在我觉得好像台湾金马奖也变成好像是华语电影可以就是播放一些跟大陆主旋律就相违背的一些电影 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找到这个地方但不代表就香港他们就自己可以静下来 因为他如果不拍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可以拿到台湾去参展 就如果没有周导这种勇气还有他这个付出的话 那尽管就金马奖他说我欢迎你来这边放营那你有没有作品 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香港他去默默制作一些还能保留香港精神的一些电影 那那个时候就在台湾这个地方可能去播放 或者是海外好像这一次那个康城他也可以去上影 那以后可能就会形成这种互动 毕竟大家也是华语地区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都面对同样的一个对手 就是共产党 我觉得这种连结可能他对北京来说 他也不这么希望可以看到这种成果 因为台湾毕竟可能就是他下一步就希望可以就收回来的这个地方 但他的统战跟这个宣传就在这个时候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 香港的电影或者香港的故事如果一直在台湾上影 可能对台湾有一些还没有醒过来的民众可能看完以后就哦原来原来是这样 原来这个情况是这样 我觉得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你觉得有些台湾的朋友也很naive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幸福的naive 因为就以前生活的太好 就没有这种忧虑 所以你才会有就从一个事故的角度就觉得太naive 但是我会加这个很幸福的这个naive 因为香港以前也是这样 我们以前也希望有这种naive 就是我每天都不用管这个东西 所以我以为这个河就可以把大陆跟我们就永远风格开来 这种naive是曾经存在的幸福的naive 对 三位你在台湾这个从事学术研究跟教学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 在过去到现在为止 我想那个在这个海峡两岸这三地里面你都有朋友了 那两位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文人 你觉得你看到台湾不管学术界或其他的文人 跟香港的这个你这一代的年轻的朋友 你觉得这个在思考上在对于局势的判断 特别是对于两岸形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首先我不年轻了 还有就是我在台湾是一个学习的心态 所以都很多东西还要在观察 不坦白说你要是说对政治 从前我们觉得一个研究的框架 不应该单纯是relism 就是现实主义主导 在台湾其实都会认同这个假定 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 反正是不能看问题的办法 香港台湾很重视自由主义 我觉得这一方面没有什么来与不来与 只是一种思维的母系 我们应该在思考就是怎么样把它跟其他的现实可以结合起来 我们在academic会说这是所谓的自由现实主义 可是这两个东西怎么样结合是挺大的挑战 所以刚才还回答刚才我的题目了 现在sharp power中国大陆这一个左风 慢慢向来肯定很多公司它会思考 它要中国市场还是不要 当每一个公司都要面对这一个两栏的时候 世界可能就会不一样 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局面 因为美国也好欧盟也好 它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可是慢慢向来当中国的监控更严重 尤其是大数据什么AI这一些 美国它肯定也会回应 所以到了未来的时候怎么样重新定位 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 包括台湾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都会有思考的空间 在过去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个名词 香港精神 郑豪兄 当很多的香港朋友说 他们到海外去延续香港精神 what is it 香港精神是什么 香港精神 我觉得可能刚才大家看周导那个访谈 可以就感受其中一些那种道理 那种香港精神就是 它有点 你可以说有点naive 因为它中间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怎么拥抱这些 但它也很现实 它也知道它在这种状况 它应该干点什么 它有一些什么事情它不能做 你看它把这个时代革命这个版权都卖给海外了 就是它可以保证它在香港 就不会让人家可能就拿到这个把柄或是阻止它发航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香港精神如果在周导身上你可以这样体现 就是它有勇气 它而且也不会真是就有勇无谋的这样好像就这样冲出去 最主要我觉得好像应该就是保持自己的一种自由的心态 因为我觉得香港在过去比较特长就是它在英国的时候 它没有说百分百的就是听从这个英国 回归以后也没有说它完全就是归顺这个北京 应该是永远好像保持就是我希望有这种自由的心态 对权威的一种不信任 这个心态我觉得如果走到海外其他地方 香港应该也要保持这种冷静比较好一点 这个香港精神的延续 如果我们客观的讲 因为很多香港我们现在说香港新的移民潮开始 香港人很多人可能选择去的英国 但也有一部分像你一样选择到台湾来 我们可不可以很客观的说选择在台湾 可能香港精神的延续是比较更实际的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有时候你这种精神的反射是需要有一面镜子 那大陆很明显就是这个镜子 它可以很容易就让大家在这边去表现你刚才所说的 比如说勇气那种自由 还有就是跟那个政权的保持距离的那种那种清醒 相对如果你在海外 那当然你还是可以发声可以讲话 但可能那种压迫感就没有那么那么近 那个距离没有那么近 对 对